謝謝蕙翅冰棒 靠腰 差一個冰棒而已 沒有 因為我現在在做珍重計劃 喔 這麼靠北的計劃 對啊 看了就很討厭 因為我最近 因為我甲中心出問題 然後我就是硬死胖了兩三公斤 我今天早上還大 因為我兩個都硬 怎麼辦 我只有我自己越來越被罵啊 罵死他 來不來看十遍 媽咪 好乖好乖 手機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非常困擾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你們在看的時候 一定會覺得很生氣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就是我很困擾 為什麼我看起來 也許就是因為這樣 我胸部才會這麼小的原因 所以我決定要來做一個 珍重計劃 因為我現在三十幾歲嘛 然後我一直從國中二年級到現在 我體重的範圍一直都是在 40到43之間 巔峰呢就是在三級警戒 然後在家一直在吃饅頭 所以我就胖到了45公斤 但是開始拍片之後 我馬上就瘦到42了 所以我多操啊 工作真的讓我很辛苦耶 我馬上就瘦了 我覺得大家看到這個影片呢 一定會想要停下來 或是罵我們 但是你們儘管罵也沒關係 但我還是要表達一下 我的想法 我想要珍重的原因是因為我不想要再 讓人家覺得 我的胸部為什麼這麼小 來 裴屏你來 什麼意思 為什麼是在講胸部少 什麼法 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我想哇怎麼會有那麼瘦啊 我覺得我看起來是健康美的吧 對不對對不對有沒有 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這個人真的是瘦得太誇張了 你瘦到連胸部都沒有 你還要你幾罩杯 我比你還要大 我比你還要大 那你認真嗎 有逼有可能啊 誰沒有逼啊 但是你怎麼可能這裡是逼啊 其實要澄清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很常被誤會 是不是歧視 有一點風雲的人 或是有一點肉的人 但是我們完全沒有 我們是真的很羨慕 但這是我之前還有遇到就是 可能留言啊 就是說真的太瘦了 其實男生呢 都是喜歡有一點肉的人 然後我想說 我當然知道啊 我當然是希望說 有肉的地方該有肉啊 然後有卡針的地方該有卡針啊 就是我唯一知道說 就是奶到底多大 然後摸起來有多舒服 很多女孩們啊 覺得說懂我骨感美女什麼什麼什麼的 我真的覺得你們自己很漂亮 不用擔心 因為我也想成為你們 好 不錯了 就是我的體重有增加 但是因為畢竟是一年前兩的 然後我的那個表呢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子 慢慢的降下來就上去 其實骨骼肌肉 一直都有稍微維持啦 然後體脂肪有增加 因為我最近有開始又吃宵夜了 我又可以填冰棒了 好 我會 妳填的真的是冰棒嗎 我決定了 要給自己兩週的期限 我要一直狂吃 兩週後呢 我要再回來量體重 看我到底有沒有增加 妳有希望可以增狀幾公斤嗎 我覺得我只要增到45 我覺得很了不起 因為45的話 我其實就可以從 A罩杯差不多升級到B 這個有科學根據嗎 加油 加油 我看到我已經有 authorities OVER YOUNGER OVER YOUNGER So I YOU CAN TAKE A LOOK AROUND WOVER YOUNGER 我覺得我要增重非常困難 因為我剛在影片上 正餐完全沒有吃 就吃一口肉而已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煎吃 就是有辦法吃的假 我把冰淇淋吃完 好鲜喔 我現在能在 點一下 海膽是超級無敵香甜的 超喜歡吃這個混乳 咬進去就有滑滑滑的汁 在你的嘴巴裡面化開 我知道你真的有辦法吃軟嗎 我每天要喝一杯拿鐵 我吃甜點好像都吃了下來 為什麼 我想說我不是還剛吃飽嗎 哇 好黏喔 甜點吃冰冠的味道 現在人在江汁島 已經要六點了 想說來看個日落 但是我還沒有很餓 我到底該怎麼飯 有沒有很欠揍 不要 不要啦 一直看我的小奶 一直到晚上八點半才有吸油 喔好脆喔 搭配這個也味道超香的 欸呀 蝦蝦布拉椅小麥麵 臉腸一口氣的布拉椅 我以為它只是蝦片欸 它是真的小蝦子 好香喔 布拉椅蒸蛋 欸好燙好燙 然後其實我想要增加蛋白質 所以就點了一個 下方是魚 然後下面是豆腐 欸 非常的鮮甜欸 最重要應該是要飲食均衡啦 但是我覺得可能我會這樣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一直都沒有辦法做到飲食精 我一直都沒有辦法做到飲食精 我一直都沒有辦法做到飲食均衡 可是我自己有覺得 因為我自從開始有在吃肉 雖然沒有吃很多 好朋友就有比較正常帶 從去年開始 好唷我來不及拍這道菜是日式料理很常見的煮魚豆腐 那這間店用的是店家自製的豆腐 咬下去會有豆香跑出來 醬汁啊感覺加了很多味醂和醬油調出來的味道 所以會甜甜的 然後還有很香的薑味 很適合不愛吃魚的大朋友 欸小朋友吃 啊 妳在幹嘛 啊 我就很餓 今天騎太晚了 沒吃早餐 然後中午前呢 就去無印良品的咖啡廳 喝了一杯拿鐵 然後吃了兩塊麵包 她剛剛去逛寶可夢 現在肚子好餓 意思是妳今天從早上起來到現在 只喝了一杯拿鐵跟兩塊麵包嗎? 對 妳是在減肥還是在增肥呢?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要慎選女伴 我就說我肚子很餓 她是硬要逛寶可夢 你看我肚子都消下去了 雙部也消下去了 哇 我這樣看起來好扁喔 下留言也會說 就是我覺得妳這樣瘦瘦的 並沒有比較好看 但我們也不是願意的 我當然知道我們這不願意 來的牡蠣料理 這一個是牛肉和海膽 然後這個上面有軟 煮烤的 炸牡蠣 這個上面還加了一點蒜片 滿香的吧 吃這個海膽牛肉 好香喔 好的 生牡蠣來了 她很特別的是 你們這邊看是順時針的 岩手 冰箍 工程 岩手 山蟲 長崎 石川 各個不同地區的牡蠣 但因為她給的醬子呢 她給的醬子 只有這個醬 那我之前吃 蘸一些番茄啊 或是一些水果 一些酸類 讓那個味道 腥味比較沒那麼充 那我就不知道這個可不可以接受 很鮮欸 牡蠣是Q彈的 人家在吃果凍 並不是只有男生需要補海鮮 所以你要補腥啊 你這個 吃 先跑沒有吃飽 繼續到澀谷的另外一頓 是這個串椒 雞肉有夠嫩欸 然後上面是沾蘑菇一樣 超香的 所以我覺得我吃到不錯的餐廳呢 我會放在桌下角或桌下角 大家如果有機會來這邊玩的話 也可以進去看 因為那邊來看澀谷的風景 你剛剛卡泡飯不是已經吃完了嗎 我也不知道欸 我以為我吃不下了 但是我看到這個麵蠻好吃的 我還是吃了 我覺得我有兩個味 一個味是拿來裝 營養的蛋白質跟蔬菜 另外一個味是拿來裝我的飯跟麵 還有甜食 還有湯 我超愛喝湯的 超愛起司 超愛起司 Caman Bear Cheese 裡面是 柔軟的白文起司 搭配紅酒啊 白酒啊 或是直接放在麵包上面是也可以的 好 這次來這裡的目的呢 主要就是要幫紅紅拍攝Lululemon的活動 我就是最貴攝影師 我只要想到說其實我不用那麼認真的要跑步 我就安心了 但我在想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今天緊張到沒有什麼吃欸 我又忍不住夾了很多東西 不知道我等一下能不能吃完 那我問了要補充蛋白質 夾了好幾塊肉 豬肉啊 魚肉啊 鮪魚肉都有 吃完了 吃甜點時間 嗯 這樣是晚上日本時間10一點半 請忽略我一頭亂髮 可能是長髮的關係 我覺得洗頭&吹頭的很累 那我又肚子餓了 我想要來吃吃看 北海道鮮乳的三明治 旁邊是牛奶鮮奶油 然後另外那邊是咖啡鮮奶油 而且很綿密又不死甜 我咬下去都可以聽到那個 嗯? 不過海綿那樣壓下去的聲音 哎呦 我現在吃了有咖啡 會不會睡不著啊 應該是不對吧 嗯 好好吃喔 我今天早上吃了那些早餐之後呢 我又拉了肚子 那我現在就是被迫來幫忙 當最貴攝影師來陪跑家協助攝影 但我就在想說呢 嗯 不知道我這樣消耗的熱量 是不是能夠讓我更有食慾 然後珍重 我告訴你 他沒吃完的都是我吃 他根本就碰到我身上 碰在哪裡 我好喝 到底要跑多久 已經跑了兩個小時八公里了 等一下一定很有胃口 加油 加油 等一下要吃辣麵 不然今天我太餓了 在吃辣麵之前我要先吃一下他們準備的飯 第一次吃辣麵 只有吃過泡麵 嗯 我又看挺冰棒 啊 因為我T3昨天跑了10公里嘛 當按摩完 我就買了一個三星蔥麵包來吃 欸 我跟你講 這很標準的 吃吃吃 然後隔壁的那一位炒 不是 我不是沒有想吃欸 是他很餓 然後就搶我的飯吃 我怎麼知道三個人他來兩份 然後還沒有放在給我 炒油 這個份量 對 先幫我吃了一半 不敢吃皮蛋 送你 沒有 挑乾淨了 皮蛋 謝謝 謝謝 呵呵呵呵 如果我吃不下就我們試一下可麗蘿 這是甜點欸 甜點是另外一個味 WTF 哇 現在是下午5點 我今天去拍那個寵物兵葬嘛 然後剛剛開車回來 到市區 現在已經下午5點了 我還以為在吃午餐 我到底在吃哪一餐啊 我會不會其實增重沒有成功 結果還減了體重 為什麼要用這個角度拍攝呢 是因為 我明明吃完早餐 拉了肚子之後 戳到了下午5點才吃那個吐司 結果我現在又 拉肚子了 現在晚上7點 準備來煮晚餐 剛到家 有介於呢其實 距離兩週增重的這個成果 只剩下不到幾天了 我其實也有擔心 如果我沒有挑戰成功怎麼辦 再加上我今天真的就是 拉了三次的肚子 又因為拍攝的關係 我中餐沒有吃 拖到現在晚上已經快到8點了 那我剛好備好料了 我決定今天呢要吃補一點 要來吃雞湯麵 但是我又怕我吃不完 所以呢我就 差不多抓了100公克的量 但因為我還是怕我吃不完 所以我要把我的這個雞胸肉呢 切成一條一條一絲一絲的 我應該會比較好下咽 假設你們家的小朋友呢 如果是挑食不愛吃肉的人呢 就可以像我一樣把這個肉啊 剁得小小碎碎的 喔 看起來不錯耶 有沒有 我加了這個 屌墊的松露鹽 加這個松露鹽呢 味道非常的香 啊 要有菜 等等我 這是我自己種的小白菜 這個小白菜是我去網路上買的那種盆栽香 它有副種子 那小白菜的話就是大概30天就可以收成 然後每天澆一次水 我覺得有 然後喵喵等一下 喵喵不可以出來 喵喵 現在看起來有點狼狽 我終於把菜洗好了 然後這是我在日本買的 讚奇烏龍麵 再來就是感謝我們這集 還是有乾爹贊助 我真的是超感謝可以介紹到 老鞋真的熬雞精 因為我之前動軟的時候 其實我每天都有喝兩包熬雞精嘛 熬雞精喝的方式呢 除了隔水加熱之外 你甚至可以拿來直接入料理 那我今天煮的是雞湯麵嘛 我就想說我就直接把熬雞精 吐啰嗦 很奢侈的直接把熬雞精倒進去 那很多人其實對補品呢 都會有誤解 會覺得說是不是味道都很重 不瞞各位說呢 因為之前動軟的關係 我喝過蠻多廠牌的熬雞精的 那老鞋真的熬雞精的話 真的就是比較不欣慰 然後它是有調過的 開動 自己煮的一餐啦 歷歷皆辛苦 一定要把它吃完 嗯 烏龍麵好Q喔 哇 好香 它這個雞湯湯頭呢 非常的甘甜 自己用的小白菜 吃農夫喔 其實也沒有加什麼肥料 我就只是把雞蛋的蛋殼丟進去而已 你自己如果想要做一碗雞湯麵的話 其實就是加老鞋真的熬雞精就可以了 熬雞精的話 你不一定只能拿來做蒸蛋 或者是煮雞湯麵 你要拿來滷肉啊燉飯 其實你能想到的料理都可以這麼做 那我覺得好是再加個一兩包 調味就非常的有味道了 而且它的那個濃度呢 是不會讓你覺得好像喝起來會澀澀的 然後也沒有腥味 單喝是完全沒有 何況是真的你把它入到料理裡面的時候 喝起來這個雞湯會是更甘甜的 所以熬雞精呢 也是我這次的尊重菜單裡面 畢竟今天工作比較辛苦 我拿了兩包來入菜 然後早上又喝了一包 今天三包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吧 我應該有辦法尊重吧 有辦法補身子吧 不知道我是餓太久還是怎樣 我就邊看腦洞烏托邦 就這樣把我的小碎雞肉給吃完了 我很棒 今天要吃宵夜嗎 欸我覺得這個餅乾很刷廚耶 飯跟肉吃不下 但這個餅乾很OK 做不吃什麼 哈哈哈哈 不是要正餐不吃 然後在那邊跟人家說吃餅乾 什麼叫做飯跟肉吃不下 我正餐吃完才來了耶 謝謝會吃冰棒 靠腰餅才一個乒乓 沒有因為我現在在做珍重計畫 喔 這麼靠北的計畫 對啊 看了就很討厭 因為我最近因為我假裝是出問題 然後我就是因此胖了兩三公斤 我今天早上還大 你以後我兩個人 哈哈哈哈 我是真心生意的 你都哭出來了 怎麼辦 我只有我這影片裡面被罵啊 很值得被罵我看了都生氣啊 對啊 而且我一直還找諮商師你知道嗎 真的太焦慮了 而且我隔壁這個在說 這是我這個企劃還能做嗎 然後我胖了五公斤很生氣啊 然後你還說什麼 誰胖五公斤不會生氣啊 不是啊那你拿的冰棒在幹嘛 哈哈哈哈 我又瘦了一點 妳有在錄嗎 妳有在錄嗎 罵死他 原來大家都有這種脊重焦慮耶 我也是 相反的 真重很簡單 真重真的很簡單 我相信真重很簡單 為了要實現我這個跟蹤計劃 所以要倒數三天 我現在要來吃燕窩夠普吧 吃燕窩是可以騙胖的嗎 不行啊 不行 今天禮拜天睡太晚了 睡到中午 我現在要來準備午餐 一樣我要來拔菜了 晚上太暗了 給你們看到底菜有多漂亮 雖然我菜就是 真的就是在亂拔 前幾天我用熬雞精來做雞湯麵 這一次呢我要來蒸蛋 半小時完成 午餐準備開動 上面是熬雞精蒸蛋 旁邊是我自己種的小白菜 然後這個雞胸肉 我怎麼看起來我好像在吃什麼減肥餐啊 怎麼會這樣呢 產生八千年的熬工法 可以讓傳統低精靈營養成分 完全釋放 我工作後都會喝一杯來解疲勞 剛剛錄完Podcast代班 那它其實附有氨精酸和蛋白質 有助於抗疲勞 工作完喝一杯 不知道為什麼 雖然現在晚上了 但我就是不餓 所以我跟Uber一滑很久 就叫這個餐點 用個賣片 水果餐 是不是大家終於知道 為什麼我吃不胖了 可是我現在就是不餓啊 罵死他 好的呦 我們為期兩個禮拜的珍重計畫 在今天下下句點 那等一下要來測體重 看看我到底有沒有變重 有沒有覺得我真的是這兩週很努力的在吃啊 沒有啊 你根本沒有在吃啊 早餐沒有吃的部分原因是因為 有時候真的剛起床就是沒有什麼食慾 應該很多人像我一樣吧 就是剛起床的時候還沒有想吃 欸我也是欸我剛起床那一餐吃不得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追Peggy才那麼瘦嗎 你看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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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可以當我的替身欸 她可以當我的替身欸 跟照片也差不多 沒有大一點點 所以我要強調很多次比你大一點 我真的是有為了這一個 就是開始吃宵夜 你們有看嗎我有吃宵夜 然後我裡面有提到 我真的就是太容易拉肚子了 所以有時候拉一拉又不太想吃 或者是吃完又拉 拉完又吃 觀眾有想聽這個嗎 並沒有 揭曉 我是不是變數 總是三變四二嗎 啊對 太誇張了吧 我想要請你幫我檢討一下 我到底是哪邊需要做加強 兩週還不夠久 不是說你一兩週改變那個飲食 就有辦法把這體重上升 我覺得你可以維持到一個月或兩個月 才有辦法看出體重的變化 我覺得是你們執行的那個時間太短了 太短了 那我覺得再兩週看看 我再來量量看看 你還要再兩週看 對 就是一個結尾 這個影片是要一個小時嗎 哈哈哈